《家喻救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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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以往的印象 就是說它是一個懲罰罪犯的場所 比較正面的就是說 它是百年古蹟 值得去保存這樣 它是一個木造的監獄 它是用當地的一個檜木 來建造的 採取的是放射性的一個管理 在全世界這種 美國賓州市的監獄 木造的只剩下兩座而已 一座是在日本的北海道 那一座就是在我們現在台灣的嘉義 我覺得是非常的珍貴 未來這個場域也可以做一個很好的 法治人權教育的地方 它是一個在台灣來講 保存的最完整的日治時期的監獄 而且不只保存完整 它還有這個 預證人員的這種居住的區域 生活的場域也同時存在 還有那個生產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這樣的一個場域 以古蹟的那一種整修的歷程來講 每到十年大概它都要一大修 如果你不利用的話 前面都擺做了 就整個維護管理來說 尤其這邊的木構那麼多 你如果都沒有人走動的話 你白衣怎麼防止都沒辦法完整 還是要有人走動 那有人走動你就是要活化再利用 但是這個就我們來做可能會心有疑慮不足 監獄本身過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開放民眾參與這個是很重要 進行深刻的是有分四組 所以多元的參與的一些厲害關係的人 我覺得都有共創來參與這個討論 要找到這些人一起到我覺得是蠻不容易的 這樣一個園區事實上已經存在了 非常深刻的地方的一個記憶 那也應該跟嘉義民眾的日常生活 跟基礎記憶有更深刻的連結 這個地區之所以保存 事實上也跟民間的這種力量 有非常大的關係 除了育政、法治、人權這些教育之外 在地的記憶的這個部分 應該在嘉義強調 我們採取是開放性的態度 外面的學者、專家 還有青年學子一起來討論 今天大家提出的構想 可以立即做的話 我很樂意跟我們同學一起來做 嘉義就間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活化起來 討論的結果能夠很快的實現 答案 我們歡迎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